阿弥陀佛 尊敬的陈校长 诸位老师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上一次 我们 跟大家一起学习 老法师 在 雪公 往生三十周年的 论堂上 一段教诲 老人家 河畔托出 他跟雪公 学习的 这些心境 包含老师 怎么教导他的 他怎么 来用的 怎么来弘法的 所以对于我们 从事教学工作 可谓意义非凡 因为我们要当一个好老师 首先 要当一个好学生 那这一篇教导我们 怎么当学生 而且 而且是当一个 沉传文化的学生 那上一次 我们 看到老人家叙述 他在一个动乱的年代 所以 对于生命 有很深的 思考 到底活着 意义在那里 尤其 又 资深一人 到了台湾 而 老人家 常常在 讲习当中 不断 感谢 他的三位老师 我们看到 老人家是 到了台湾 无依无靠 就是因为 三个老师 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念念不忘 这个恩德 我们 看到这一段 叙述 认识了 方东美先生 方老师 把佛法 介绍给老人家 又遇到张家大师 对佛法 就升起了信心 而且 砸好 很好的基础 后来又跟 李扁兰老师 学教 这三位老师 在当时候的台湾 那都是顶尖的 大德 能遇到一个 就觉得 太幸运了 老人家遇到三个 那遇到这么好的三个老师 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能不能遇到呢 遇到了我们 看得懂吗 会珍惜吗 俗话讲 内行人 看门道 外行人 看热闹 这句话 我们都很熟 但其实跟我们的人生 太关键了 人生的命运 它的岔路 往往跟知人有关 人生最难的 不是奋斗 而是抉择 我们思考一下 人生有多少个 重大的抉择 选择行业 就是一个抉择了 选择在行业当中 跟随的人 又是一个抉择了 跟着谁干呢 包含成长过程 受朋友的影响非常大 是择友啊 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朋友啊 尤其十几岁的年龄 青少年之后啊 朋友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亲父善友 如物入中行 好像我们到 山灵溪到溪头 早上五六点 到身灵里面 到身灵里面 身灵欲啊 都有雾气啊 虽不失衣啊 没有说衣服失掉了 但死死有嫩啊 朋友在潜移默化当中啊 影响我们 我们假如懂得 学习每个朋友的优点 那就 天天 都有收获 天天都有所提升啊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这择偶又是个关键 尤其啊 假如我们 遇到了圣教了 都知道 死身是大 轮回路险啊 这一生呢 其他的都是过远云渊 远距远善的 最大的一件事 死身是大 死了之后 去哪里啊 孟参长老 虚云老法师的弟子 他提到 人 能把人生的最后一刻看清楚 再来经营人生 感觉不一样 当他讲到这里 自己就开始思维了 人生最后一刻 自己还没经历过 但是常常看到 电视里面 在医院里 或者在床上 一个人 快断气前的样子 双手双脚一摊 生命啊 在呼吸之间啊 一口气不来 雨是长此了 那个双手双脚一摊 启发我们 万般将不去啊 什么都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为了带不走的东西 忙忙忙了 一辈子 所以看清楚了 就会思考了 什么是真正带得走的 什么是真正留得下来的 觉得钱财留得下来啊 这个钱字啊 就启发我们了 一个经啊 又编两个割刀啊 所以古人提醒啊 勿以示欲杀身 不要养成坏习惯了 伤害自己的身心 物以财获杀 物以财获杀子孙 不要留了很多钱财啊 让子孙摆不平啊 分争不断 这个在这个时代很多啊 大企与子孙 大企业家 往生啊 结果子孙为了财产啊 好几年 摆不平啊 他的棺木都还没有下涨 所以 遗经与子孙 子孙未必能留啊 遗书以子孙 子孙未必会看 不如于民民中 积因得啊 以为子孙 长久之计啊 我们看孔子 他跟我们是同行啊 是我们教育界的鼻祖啊 他留给子孙的 风范英德啊 穿了两千五百多年 还在披应着他的子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 的朋友 姓孔的有没有 你第一次跟他见面 你贵姓啊 我姓孔 你有没有马上深呼吸一下 失敬失敬 夫子的后代 我接触过 姓孔的朋友 孔孟言真 这个是四大家族啊 都是传承道统的家族啊 我见到的呢 都会先肃然起敬一下 然后就会想 应该要对他好一点 我们都受到这些圣人的批应 所以真的 这个是留得下来 利益后代子孙的 那带着走的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其实最关键的 还是临终那一念 决定我们去哪里 可是问题是 假如我们还一直在追求 外在的 物质享乐 还在留恋的话 那临终这一念 铁定会放不下的 一放不下呢 就一定得去轮回了 那轮回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我们不断了 我们说克念作圣 克己复礼 所有克己的功夫 最重要的就是在临终那一刻 养病千日 用在一时 记得欧阳修先生 去参见一位高僧 他也有学佛 欧阳修先生就问 古人好像很安定 临终无疾而重 像窦烟山有异方 焦无子明聚 他孩子都培养得很有成就 他活到八十几岁 最后一天洗好澡 坐在椅子上 跟家里人告别 就走了 很自在 没有病痛 那欧阳修问到了 现在人 好像临终 都比较慌乱 那这一位 高僧就说了 古人 平常的时候 都很安定 临终 怎么会乱 现在的人 平常念念 是散乱 那临终 怎么定呢 所以师长老人家 常常提醒我们 能不能往生 不用问别人 要问自己 师父领境们 修行 靠个人 常常自我堪厌 我的妄念 有没有少了 我的正念 有没有越来越多了 当然 这个课念的功夫 也不是一处可及 这可是急不来 我们也看到 很多修行的人 太操之过急了 急会上火 我们以前 武侠片里面讲的 走火入魔 当然不要再去看武侠小说了 就是会欲数不打 弄脚枕躲 不能着急 所以古人说的 为学低功夫 要降得福造之气定 人一浮躁就会慌乱 就会发脾气了 所以假如要改脾气 要学小俄语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心就比较安定 不容易发脾气了 急的人一般脾气都不好 时差九错 只为慌张 当说看小俄语这第一句 非常汉眼 觉得得重新再来 得要归零了 从小俄语开始学起来 第一句自己就做得很差了 所以这个 警觉性要高了 随时提醒自己 任何一举一动 都不能够慌乱 那抉择对人生重要了 尤其 死身是大 修行比什么都重要 而修行才能修身 才能齐家 才能把事业经营好 我们往往时间精力 耗在一直处理家里的事 工作的事 忽略了 要给自己时间 修行 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才能明理 才能懂得 是非善恶 邪正利害 真为了判断 所以其实摆在第一位的 应该是修行 可是假如我们 时间精力全 现在 家庭事业的事 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最后 可能会很无奈 也很想跳脱这种恶性循环 因为烦恼 有真无减 所以人生 最重要的是 修行 提高智慧 有智慧 家庭事业的问题 才能够解决掉 没有智慧 看起来很忙 花了很多时间 但越处理 可能流弊 都会慢慢产生 而且我们假如 没智慧 也很难经一世 长一致 同样的问题 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 我们又发散了 又气馁了 所以智慧也重要 所以我们学祖师道 最重要的 学智慧 学遇到一切人事物 本末先后 轻重缓急 我们能够判断出来 而学习正法 正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我们知道 学习智慧最重要 可是智慧 要靠善知识教导 所以择师 那是人生重中之重 所以在密宗 他们找老师 包含老师找学生 我以前听的版本是三年 后来遇到一位同修 他也有学密 他听到了十二年 那我们学这一篇 那这个是 我们要建立起 沉传文化的态度 用《无量寿经》上讲的 我们是要学习 怎么做 第一弟子 我也遇到一些同修 都问 老和尚的传人是谁 我都会跟他说 是谁 不是很重要 你是不是才重要 常常问这个问题 可能好奇心也太强 这个好奇心 常常会耗掉我们很多时间 老法师在讲补贤实愿 陈德印象非常深 当时我初学佛 到高雄静中学会 拿法宝 在阎城区 有一次 晚上 悟道法师 要到学会 讲经 所以那天晚餐 在学会用 用完就听 悟道法师 讲经 真的 我们每一次 参与 共学 承得自己的感受 那佛菩萨的加持 非常明显 甚至于是什么 你在 紧凑的生活当中 突然把 师长的 波经机 打开了 怎么会这么巧 一打开就是 讲到我现在 心里的问题 都有点 惊呆了 不会这么准 大家觉得 这个是偶然吗 这佛菩萨 同体大悲 生生世世 谁主与我 心无战舍 没有一刻离开我们 一有机会 什么时候是机会 我们把波经机 打开了 他们都掌握机会 射受我们 当时候 吃饭 刚好学会 播放 师长讲经 刚好讲到 普贤食愿 正讲 请佛住世 我们一听到 请佛住世 谁谁谁 念头都是 往这里跑 结果老人家 就开始说了 这个世间 几十亿人 几个人 能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的 又有多少 是能够遇到 是能够遇到 正性的佛法 正性的佛法 还能够遇到 当身成就的 念佛法 老人家这么分析下来 还剩多少人 接着说到了 你都遇到了 你不请自己注释 你请谁注释 当时候就觉得 好像老人家拿了个 棒子 空 我还一下 震醒了 把自己分别执着念 都是向外持求 一下子反观制造 佛法是内学 都向外的话 入不了佛门 当时候很震撼 结果就 晚上就听 武道法师讲经 还没开始讲 有个简单的仪式 看到武道法师 站在前面 就觉得他很高大 手臂很长 又出了家 就觉得很敬佩 眼泪就开始流 你看人家这么 为佛法 为众生 都出家了 可能当时候就种了一点 出家的三根 起了这个仰慕 人家出家的念头 后来也是十多年之后 他将近二十年 才有这个机会 出家 所以 正如华言经讲的 正法无人说 谁知莫能解 甚至于会解错 解偏了 还请佛注释 都是请别人 你看师长一讲 怕 就把我们这个错误的 念头给打掉了 首先要请自己 世间有恶难 登天难 求人难 修行不求人 求自己 不算太难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所以 择思 是人生 重中之重 而 人生 一切事 不离两个字 因果 老人家会遇到 这么好的老师 是结果 原因呢 尊师 重道 我相信呢 大家一定希望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学生 以后遇到 这么好的老师 但是这个 不能凭 运气的 世间都没有偶然的事 如是因 如是果 我们真的有把 尊师重道 扎在 孩子 学生的心田里面 他是必然会遇到 粮食 贵人的 I promise 为什么 我说我保证 因为现在 真正有学问 有道德 有这种 传承文化能力的人 都在找学生 他不传下去 他良心不安 总不能断在 他的手上 所以现在跟文化有关的 中医 书法 古情 这些所有 由于意 传承的老师 都在找学生 有时候遇到 很好的中医师 我说你怎么不带学生 他说没人要学 都怕吃苦 所以 一个好老师 一个好学生 找老师难 一个好老师找好学生 更难 这样的话 诸位老师 我们听师长讲了几遍 那对我们的内心 有什么感受 让自己的老师 继续讲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罪过了 所以每一次 听师长讲到了 他到海外 在弘法回来 都是一个人在弘法 回到台湾 师长 真的都是出必顾 反必面 一定跟李秉兰老师 报告 他在外弘法的情况 请老师知道 每一次都跟李老师说 老师 你再培养个学生吧 多培养学生吧 我们在海外弘法 很孤单 讲了好几遍 突然有一次 讲的时候 李老说 你给我找学生去 师长一愣 想一想 不好找 以后都不说 师长后来 在美国遇到 黄念祖老居士 都是一起弘扬 无量说情 你看老人家 谈到这一段 高兴得不得了 心心相喜 甚至于老人家 还给我们表法 当黄念祖 老师的 师俗弟子 学习 黄念祖的 大经节 把黄老的照片 放在 摄影棚 每一次讲经线 先礼拜 师长 在这生活当中 这些细节里面 把校庆尊师 都给我们表演出来了 他所有的老师 包含 桌校长 还有自己的母亲 有一次好奇 问师长 怎么没有放 父亲的照片 师长说 一张也没有留下来 所以 我们说 人要有写信 就是要有情意 要有道义 听到自己的师长 说 找不到学生 那我们当然 自己要 站出来 别人是不是 我们 不怪 我自己 是不是 没有这种担当 圣教 真的能够入心吗 没有担当 这样的担当 能够往生吗 我们每天念 愿意此功德 庄严 佛净土 现在在这个世间 最大的功德 最能庄严 佛净土 就是我们把 校庆尊师 从我们自己身上 做出来 因为这是大根 大本 没有这个根本 所学的 就像师长讲经的 辟语 这个花 插在花瓶里 没有根 几天就泄掉了 有根 才有生命力 君子物本 本利而 道生 记得 在 零六年 师长 在联合国 发表专题 当时候把 汤匙的教学 介绍给一百九十几个国家代表 最后呢 第三天 闭幕前 老人家发表 演讲 我们想啊 哇 那么多 国家代表 那最后 应该讲 一些 很高 很远 哇 那种 很振奋人心的演讲 这是自己的预设 结果老人家花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 讲他三个老师 当时我在台下都听得都有点着急 老人家怎么还是讲三个老师 所以自己啊 根性还是 很漏略 体会不到 很多年以后啊 突然想到这件事 假如世人 不能真正懂得孝清尊师 他学辱师道 乃至他学其他的宗教 就没有根 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得把根本 讲清楚啊 把根本呢 能够表演出来啊 不知道大家留心到没有 老人家九十岁以后的开示啊 都是一而再而三强调 我这一生 能有一点成就 就是念念不忘 孝清尊师 所以这一篇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师长是用什么态度啊 对老师 曾经也有 同修问 老和尚不是说 一个老师吗 为什么他有三个老师啊 诸位老师们 假如人家这样问你 你会怎么回答 我们现在 思维一下 对啊 老和尚说 一个老师一条路 两个老师两条路 三个老师三叉路 四个老师十字接头 有没有来 来一位老师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观察 判断 很多时候啊 我们听了老师长的 这些教诲啊 真正去面对境界 还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都要在千叉万美的境界 用他老人家的教导去思维啊 我们要善于观察 观察什么 万法因缘深嘛 一定跟他整个因缘有关的 大家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好 刘老师有请 阿弥陀佛 各位同修 各位法师 大家 法师各位 大家好 那地址 地址刚刚就是 心仁刚刚想了一下 觉得有可能 第一个就是 老师其实他是一次只跟一个 第一个是一次只跟一个 第二个是 都是原本的老师介绍 就是 第一个我记得就是 嗯 方东美 张家老师好像是方东美教授介绍给老师的 还是说第一 还是说心容记错 就是我记得第一个老师介绍的 然后再来张家大师是 就是张家大师原集之后 老师 老师对法师生起信心之后 再去那个 再去 就是再去跟到 参与法师半年嘛 然后后来参与法师 告诉老法师说 他很适合奖金 所以呢 才又去跟了 那个 嗯 就是 李炳南老师 所以我的了解是 第一个就是他 就是老法师一次就是只跟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他 就是说他跟了以后要换的时候 并不是 就是并不是随便换的 而是可能 原本的老师说可以换 或者是原本的老师已经 原集了他才换的 阿弥陀佛的例子的理解是这样子 好 谢谢刘老师 一个时间还是只跟一个老师的 好 而我们观察 方教授啊 当时候 那在哲学界啊 那是第一把交椅 那 我们都知道 一切都是因缘 因为老人家 当时候啊 最想学 哲学 哦 所以就亲自用毛笔啊 把他对于 孔 这个 儒家 道家 学习的心得 写了心得汇报 公公 整整的 用毛笔啊 写出来 寄给方教授啊 所以对老师很恭敬啊 所以老师看完信啊 约到 约他在家里见面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 我们的孩子学生以后能不能遇到贵人 关键就是他 恭敬 沉静 所以方教授啊 很爱护啊 是一对一教学啊 怕他到学校去啊 受其他同学 影响了 其他教授影响了 就不是很理想了 所以沉德也想想啊 方教授可能看完师长的信啊 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苗子 这些老师都在 都在找啊 找传法的弟子啊 所以一对一教学了 那因为老人家 他成长过程所接受到的 教育啊 让他对 佛教产生误会了 觉得是迷信了 先入为主啊 要改变不容易了 谁才能扭转啊 他最佩服的人才能扭转啊 所以这个灵门一脚啊 我看这个全台湾只有方教授 可以做这一件事情了 所以教导师长 哲学的内容啊 最后讲到佛经哲学 师长说 佛教不是迷信吗 方教授说 你年轻啊 你不懂啊 佛教是哲学的最高峰啊 释迦牟尼佛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师长是因为这一句话 把他引入佛门 就很想学佛了 很积极啊 都到寺院去抄经典 因为他学习非常认真 他的邻居啊 有一位清朝的亲王 因为他学习那种认真的态度啊 就感动这一位亲王 你想学佛 我介绍个老师给你 就介绍四大活佛之一的张家大士 都是人自己的学习态度啊 感召这么好的缘 四大活佛亲自来教了 也是一对一教啊 教了三年了 后来老人家缘吉了 假如张家大师没有缘吉 我们看老人家 他一生最重视的就是 义这个字 情义 恩义 仁义 道义 跟瓦西德总统交情很好 当时要纪念瓦西德总统 是在他的故乡 在偏僻的农村里啊 师长那时候都八十多岁了 亲自到他的坟前祭拜啊 很珍惜这样的情义啊 友谊啊 包含 也跟大家提过了啊 答应小朋友给他糖吃 性义啊 都放在心上了 都放在心上了 包含对天下人的人意 一定要把五千年的文化 介绍给全世界 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文化不是只是中国人的 华人的 我们的祖先应该是希望 让利益 利益到全世界 所以在因缘上呢 因为张家大师元吉了 但已经对佛法呢 而且扎下了基础了 那后来 那后来 老人家的老人家交的朋友啊 都大大一倍啊 甚至大大两倍啊 我们也想想了 我们也想想了自己交的朋友 情况 情况如何 所以孔子也有一段话 他要离开以前的预言 哪个学生我走以后会退步啊 哪个学生我走以后会进步啊 好像我一下想不起来 其中好像说子贡会退步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结交了 不如他的人了 另外一个学家结交呢 都是比他优秀的人了 那 都结交比他优秀的 就容易进步了 结交不如自己的 容易退步了 所以孔子这些话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 太有关了 老人家更指导啊 多跟古人交朋友啊 多跟祖师大德学习啊 一打开惊叫 责任日已远 典型在述习 风言斩书读 古道照颜色 好 也有 这个 朋友啊 跟陈德 谈话的时候说了 你做这个事情啊 会不会很孤独啊 我听了都 都笑一笑 好 我们了解啊 诸佛菩萨是法界身啊 法身 静修节要 第四拜 一心观理 清净法身 辨一切处啊 所以诸佛菩萨 古圣先贤在哪里啊 随时在我们身边 不会孤独了 自己太着相了 才会孤独了 了解这个真相 就不孤独了 就好像我们很认真的 字句分明了 念这一句 万德鸿鸣 马上就感觉 诸佛菩萨 在加持自己了 那个佛光啊 就铸造在我们身上 称名即是 欲光时 珍重此时 莫空过 那刚好 师长 离开毛棚 因为那时候 了解到 离老了 刚好开了一个经学班 看起来都是刚好 事实上 冥冥中 自有安排 这个 成德很佩服 佛菩萨的智慧 也是从经历的事情 体会到的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觉得 这个孔明 借东风很厉害吧 万般俱备 只欠东风 后来 自己经历过 比方说举个例子 当时候 这个师长 讲了一个专题 叫五年做真菩萨 那成德听了以后 就很激动 我是激动型的人 到现在 还没有对峙这个激动 还不够稳重 然后呢 听完以后 我就热血沸腾 因为老老上说 谁愿意来 我们上下铺啊 都欢迎 后来我就把老师辞掉了 就到了 不过当时候啊 还有个考试 因为呢 这个佛学讲座啊 他开始的时间呢 我六年级的班还没带完 但是不能查班 可是觉得呢 这六年级不带完呢 心里过意不去啊 总把他们最后送出校门吧 说啊 算了算了 参加不上就参加不上吧 反正我上不了静忠学院了 我先在静忠学会 在这个 这个布里斯本 静忠学会待着 有机会我再上来就好了 后来就把这个班带完 就是人生有很多呢 毅力的抉择 你假如想到自己了 啊没关系了 差那几天 就没有把孩子送出校门 但当时候还是决定啊 把责任静完 其实我会遇到师长啊 也是毅力之变 因为当时候 我在商业 推展这些课程呢 我是top sales 可是呢业绩很好啊 上完课的人还是该怎么痛苦 该怎么苦恼还是继续啊 这个钱我就赚不下去了 就在坚持良心的时候 就有人把老人家的录音带 那时候还没有光点录音带 就给我了 给我的时候还说啊 这是一个大陆人假的 我心里就想 哦大陆人 那没有在台湾 那时候老人家是在台湾的 让我错过亲自去建 师长的机会 后来听听听才晓得 哦老人家 在台湾待了很久 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呢 老人家已经去新加坡了 后来我还飞了一趟新加坡 去谢恩 师长救了我的生命跟慧命 假的没有师长 可能造业到最后 可能命都没了 所以因为坚持住啊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啊 要人家真正受益啊 这个钱才赚得下去了 那就跟师长跟佛法结上缘 这个毅力之变啊 不会考一次而已啊 在菩提道上啊 我们临终前呢 可能会出现很多次啊 我有一点泄体的嫌疑 甚至于不要掉以轻心哦 一个人假如觉得我可以了 就是不可以了 比方说啊 我对钱呢 我是不动心了 讲这个话 very dangerous 你一百万不动心啊 一千万呢 一千万不动心 十亿呢 每个考题还有身前啊 不能掉以轻心啊 还没有盖棺论定以前啊 还是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啊 来得保险一点 那我自己啊 跟身边的人 也会遇到一个情况啊 很有意思啊 别方说 哎呀 我这一个月都没有发脾气了 话才讲完了 隔天就发了 隔天马上破功了 他也很懊恼 我说你福报很大 为什么说他福报很大呢 因为他错估自己啊 马上就有人提醒他了 他就不会偏掉了 所以这是 有福报哦 反而不要觉得 哎呀真倒霉啊 所以现在想想 要知好歹啊 也不简单 我们有时候 把好事看作坏事 把坏事看作好事 在老祖宗留的隔夜里面 有提到啊 一个人一犯错 马上被发现了 是有福报的 一个人用了小聪明啊 掩饰没有被发现了 他就麻烦了 因为他没有被发现 一掩饰啊 就越走越偏了 一被发现 他就警觉了 他不敢做了 所以啊 这个聪明反背 聪明物啊 这个考题啊 也伴随着我们 整个修行的过程 所以财色名利的考题啊 深度广度啊 都会一直提升 所以都得要啊 有高度的警觉性啊 从善如灯啊 从恶如崩啊 这种财色名利的考题啊 一不小心啊 就有可能 一失足成 千古恨啊 那就太冤了 所以当时候 因为带完班了 那不符合资格了 结果我还没有去澳洲啊 就接到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姓肖啊 还是他推我去参加的 因为我当时候听了 就想说啊 我再过个两年 我就去了 他说你怎么两年 你现在就应该去了 后来 他比我先到了 他已经到了 结果他就去给当时候的总干事说 介绍 有我这个人啊 当时候总干事呢 就说 好 破例给他进来 所以就给我开了个方便门 我就参加了第一期的 佛学讲座了 那当时候 有一门课啊 德语课本 就是 杨老师教的 那 这个杨老师呢 他上完课啊 他们是属于贵兵级的 他们就到Hifu去了 去过金钟学院的都知道 在更高的地方 老人家住的是Hifu 我们都没有直接啊 这样 私下谈话的机会 结果刚好啊 我们当时候遇到了 澳洲百年旱灾啊 都没有下雨 温度又很高 夏天嘛 有一些植物啊 油脂比较重 就自己烧起来了 就很严重 森林大火 那有一次这个杨老师上课 他就 上完课 他就要上Hifu了 可是啊 火灾太厉害了 他绕了几个小时啊 都回不去 后来说啊 算了 先再回学院吃饭 吃完饭再说吧 那刚好那一天学院呢 老人家交代啊 收集了很多 西方的科学家研究轮回转世的资料 把他翻成中文呢 来给大家 分享 那都要英文很好的人才能做那个工作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不可能找我的 结果你看 很有意思啊 还是一位台湾的同修啊 他就拿了一堆那个英文资料 走到我面前 我觉得你比我适合 然后就把资料放在我面前走了 我连说no我都还没说他已经走了 然后我就抱着那个资料啊 回到我的宿舍 开始进厕所 拉肚子 很紧张啊 因为要上台啊 才剩五天啊 拿的都是英文资料啊 哪有 哪有不紧张呢 不过呢 一边拉肚子 一边告诉自己 要稳住 要正念提起来 开始提起万德鸿鸣 不要紧张 突然定下心来 赶快找人帮忙啊 我记得当时还找了一对 移民到加拿大的一对夫妻啊 他先生是海南人啊 我后来去了海口啊 还跟他们接过面啊 所以这个英语很有意思 他们就帮我了 我第五天的时候才有机会上去讲 结果刚好神灵大火 这个杨老师呢 这个上不去了 就回到学院吃饭 他时间还没到啊 看看今天讲堂 谁分享啊 一进去 刚好我在讲啊 结果他听完之后就说 这个人好像有点讲课的天分啊 就开始注意我了 哇 你看 佛菩萨居然连百年 旱灾啊 身灵起火的缘都可以拿来用啊 我说这个智慧不输给 孔明借鉴啊 这个还不是一件事哦 我经历过好几件啊 包含新冠肺炎 都能用啊 因为我们有一对同仁夫妻啊 一个很会拍摄啊 一个是教稿后制啊 我人到英国啊 结果当时候呢 刚好他们都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啊 那老人家刚好 前年初到马来西亚过年啊 他们也回马来西亚了 我就把他们一起找来啊 清静老人家啊 后来当时候呢 大陆的新冠比较严重啊 英国啊 还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 我说你们呢 就陪我到英国几个月吧 一两个月都好啊 到时候 这个大陆好了 你们就回来啊 他们就陪我来啊 一陪我来 就帮我架了个摄像机了 每天 有时间就可以讲课了 甚至于我一开口 他们就把录音笔 他到我跟前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弄了一个内部的平台啊 叫新闻成总啊 没有他们 我这个我都不懂啊 我也弄不了啊 结果他们来了 来了之后啊 英国的疫情啊 超级严重啊 超级严重啊 他们连飞机都没有啊 飞不回去了 就跟我住了五个多月 后来我想想太厉害了 连新冠肺也都可以用啊 所以有时候走过来的路回头看看 佛菩萨安排啊 自己不操心啊 所以有时候看看这个 刚好办这个 精学班 这个应该都有佛菩萨的加持 在里面 当然跟大家讲这一段 更重要的是啊 佛菩萨的加持啊 跟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记得当时在台湾 有一位长辈啊 我们一起共修 有一天他就对我讲 阿弥陀佛比较疼你啊 我当时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灵感哦 我一听话我就跟他讲 哎呦 你讲这句话会下阿比地狱的啊 他一听也有点嫩住了 因为你这句话叫 污辱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怎么会偏心呢 怎么会比较疼我呢 阿弥陀佛是平等慈悲啊 因为假如我们不相信这一点 我们的信就不完整了 这个信一不完整呢 遇到哪些事啊 我们这个疑心就上来了 而这个也透过呢 自己平常的观察 我们看哪怕是一个家庭主妇 可是他很虔诚 他很精进修行念佛 当然他的家庭出现重大变故 比方说先生生病了 一下子家庭的经济啊 出现重大挑战 哎突然呢 他的领导就帮他加薪了 诸位想一想 这么巧啊 哪都有佛菩萨加持的 哪有每一件事情都这么just make 这么巧 这么准 所以我们去观察清楚之后啊 我们再去读劝发菩提新闻 佛菩萨生生世世啊 谁主于我啊 心无战舍啊 我们就不怀疑了 一不怀疑啊 信心坚定 一读经 就有受用了 信心清静 折身实相 你一听经 你百分之百的信心听经 诗长每一句啊 都流到你的心田 放在你的心上 你就开始做了 一做 福慧就开始增长了 人生就开始转变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佛菩萨啊 都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啊 随时要把他们的 同底他辈的爱啊 接收啊 老实词明啊 全色佛德啊 老老实实辞这一句万德鸿鸣 就把阿弥陀佛在果地当中的圆满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了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还有他的善巧到了极点 成就的这一句万德鸿鸣 一念相应就一念佛 念念相应就念念佛 阿弥陀佛啊 我们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去啊 再念一句 就有圆满的佛功德啊 射受了 变成我们的功德了 好 所以夏年句老句是说 念及见佛成佛死啊 三计同时 无先后啊 过去现在未来 不要去分别了 字句分明 老老实实啊 三计时空啊 就突破了 所以念及见佛成佛死啊 三计同时 无先后 敬念相继即是佛啊 我们真正敬念相继的 其他的妄念都放下了 叫因无所住啊 可是我们要一生接着一生呢 而生其心啊 而生其心啊 我们在老实念佛当中 就录了 金刚经的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叫 暗和道妙 暗和道妙 巧入无身啊 无身是法身境界的 我们 见尸烦恼一瓶都没有断 还有沉沙 那么多的烦恼都没有断 可是我们可以直接 老实念佛 就巧入无身的境界 一般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叫 正入无身 他见货八十八平 一平一平得要断 还有失货八十一平 实在讲啊 我们一平也断不了啊 可是我们有这一句 万德鸿鸣可以念啊 巧入无身啊 所以信文如来 亦方便啊 我们听闻 这个门于大道啊 八万四千法门以外 一个特殊的法门 信文如来亦方便 苦乐忙闲莫停生啊 苦也好 乐也好 忙也好 闲也好 这句佛号别断啊 所以印光祖师讲啊 谁忙谁闲 不理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 不忘往生西方 尤其啊 闲工给我们表演 工作不妨碍念佛啊 他老人家给我们表演这个法门 太方便了 行住坐窝都可以念啊 谁忙谁闲都可以提起来 师长更具体指导我们啊 你真正要思考的时候 用真心去思考去做事 哎 不用用老了 赶快啊 万德鸿鸣啊 提起来啊 很方便啊 不离开 生活工作 可以正佛法 可以巧入无声啊 如是妙法性听闻 阴长念佛 而深喜啊 我怎么看大家都没有笑容啊 大家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呢 阴长念佛而深喜啊 受此广度生死流 不只自己要欢喜啊 多介绍人 多带一些人 回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佛说此人 真善有 所以刚好我们在西方社会了 圣诞节 要送礼物啊 我们就会送巧克力 因为呢 这个巧字啊 就是提醒大家 按何道庙 巧入无声 克力叫克力精精 好好念 苦乐盲显 莫停身 策利精精啊 不时一秒钟空过 不时一句话空说 老实念佛 那这样吃起来 味道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从佛门的表法 得到的灵感 文殊菩萨拿一支箭也是表法 会箭 箭代表智慧 断烦恼了 他做的 是狮子 那叫说法狮子吼啊 广度诸有情 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要做我们也要做文殊菩萨 开笔智慧眼 启发每一个学生的智慧 获得光明身 让他们避设诸恶道 通达善去门 他会是非善恶的判断 这些恶的因缘 他就能避开了 所以无量寿经在哪里啊 就在我们的当前 我们的教学当中 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当中 是师长 有一次接待一对贵宾 夫妻啊 他们听了十天的课 后来听完了 给老人家做汇报 他们也很有心得 坎坎而谈 讲完之后啊 他们还做了一句总结 说师父啊 佛法不离生活 他一讲完 老人家看着他们 停了两三秒钟说 佛法就是生活 不离啊 还是恶哦 不离还要不断 拉近距离啊 还是恶哦 就是啊 就不恶了 不恶就入门了 所以三门呢 叫不恶法门 所以我们要转无量寿经 转辱世道的经典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这么学啊 那可能就会产生分别 恶嘛 恶就是分别了 哎呀 这一句我现在做不了 以后再说 你看又是恶了 过去现在未来都出现了 而不是当下 所以人能不能提升呢 就在能不能安住当下 他一不安住当下 马上就会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烦恼 产生 所以金刚经才特别提醒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要随处安闲 随时心都能安住在当下 当下 就能把六度普贤十愿 落实 哪里是普贤菩萨的道场 我的教室就是 我的家庭就是 是 素身我差 受安乐 常运持心 拔有情 我讲到这里 家里就是道场 孩子就在我们的 无私的爱当中 有健康的人格成长 所以说到这里了 就想邀请我们 这个王佑金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看了他的心得 特别感动 因为 我们接触过 印竹的文操 尤其《金华录》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强调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那这个王老师也是 看了这个印竹的教诲 他有在人生的一个 取舍抉择 我们有请王老师 尊敬的法师 各位大德 各位学长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那上礼拜师傅上课的时候 有提到说 热药末入饺子 那师傅讲到这里的时候 那弟子就有一些感触 那所以那就写了这篇心得 那在这里就与大家分享 那大概在15年前 弟子生完家中的长子 那就跟公司起孕 孕架 那就留职庭心 那在家里找过孩子 那这段期间呢 那有机会接触到老法师 那听老法师讲经 那也看了《英光大师》 就是摘入自《英光大师文操》的一本书 就是《天下太平之根本》 这一本书 那那时候就看到映祖说 善教儿女 为至平之本 而教女有药 那也看到映祖说 治国平天下之权 女人交操的一大半 那那时候弟子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觉得就很震撼 因为那时候社会的氛围就是 就说女人家要经济独立 不能够靠先生 那那时候在念研究所毕业之后 那回去找指导老师 那指导老师也会 特别跟弟子说 女人要经济独立 就是自己要自己的一份工作 不能够靠先生 那弟子也看到身边的女性朋友 在生了孩子之后 也把孩子交给长辈代 要不然就是行保姆代 那所以弟子会 觉得 孩子请外面的人来 这是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 那所以看到映祖 讲了刚刚那两句话 弟子就会觉得很震撼 那 但是后来在看完整本书之后 弟子就觉得 就下定决心就是要 把工作死掉 再加大孩子 那 但是当初提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身边的很多朋友 还有很多长辈 基本上他们都会觉得 比较惋惜 那有几个比较 比较激动的长辈 他就会说 父母亲把你栽培到研究所毕业 那工作也还不错 那因为弟子那时候工作是在生计公司 那主要从事 新药研发的工作 那所以长辈们会觉得 这份工作还不错 那他们会觉得说 把父母管理栽培到这么大 那你工作也还不错 那居然会把工作死掉 带家带孩子 那所以说 长辈会说怎么把工作死掉 带家带孩子 然后就做一些老人家的工作 那国中同学 因为一位很熟的国中同学 他也想说 只靠先生一份薪水 是没办法养活这几个孩子的 先想一下孩子 弟子有四个孩子 所以那位国中同学就会这么讲 他说只靠一份工作很难养活这几个孩子 那的确 那的确 前几年的确是 生活我们会很辛苦 因为只靠先生的一份薪水 要养活六个孩 就是一家六口 基本上是生活会很吃紧 那我们就勉强只能够维持温饱 那就没有办法做过多的消费 那还好那时候还有父母亲 还有我先生的支持 那那时候妈妈就常常跟我说 孩子要自己鼓 那才会有情形 而且全家人就是要在一起 才会像一个人家 那弟子就听到妈妈这样讲 那先生也是很支持 那到后来弟子学习传统文化 那就好好学习弟子归 而且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弟子就慢慢放下一些旧有的习气 那也修正了很多自己原本的行为局质 那另外也会常常跟先生分享一些传统文化 还有老法师的 弟子听经的时候 老法师的一些法语 然后跟他分享 那几年下来 那感觉先生他也改变了不少 特别是跟父母亲讲话的态度 这很明显都可以感觉出来有改变 那这几年就辛苦几年之后 然后慢慢觉得现在 就是生活慢慢步入轨道 那生活也不予匮乏 那就这就让弟子感觉到 就像老法师所说的 就是会越试越多 那现在弟子的孩子们已经比较 也比较大了 就已经是青春期 因为最大已经15岁 那现在这些孩子们 我们跟他们的互动也都很好 那他们跟我们讲话也都是跟小时候一样 就是还是亲身亲身信语的 那有时候有事情要找我们商量 或者是跟长辈商量 也都是会好好的讲 那应该很重要是说我们这一路过来 弟子就是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传统文化 那所以说看到现在孩子们就是 心性性行还是跟维持跟小时候一样 然后看不到有什么叛逆期 那弟子就觉得很欣慰 那在这里也是很感恩老法师 还有印族的这些教会 那还有爸爸妈妈 还有先生家的知识 弟子才能够有机会进到自己应该进的本分 那这是对爸爸妈妈还有印族的一些感恩的话 那另外弟子也很感恩 我去世的公公 公公他大概在一年多前 他大姨就是二岁的高龄去世 那他去世之后我们晚辈就整理他的书房 那在整理书房之后呢 弟子发现有一本个研别录 那因为师傅上课的时候常常提到这本书 那弟子就把这本书拿起来看 那翻阅之后发现公公应该常常翻阅这本书 那因为他翻阅的很近 那弟子就特别把它拿起来看 那看到公公在上面就做笔记 还有花重点 那特别在后面的几篇那个 会几篇与子孙相关的几句格言 那公公也用红笔特别把它标注起来 比如说像 世事让三分天空地阔 心田可以一点子重孙收 要好儿孙需方寸中放宽一步 像这些 还有刘福与儿孙未必尽黄金白墙 积得为产业 由来皆美宅两天 像这些与儿孙相关的这些家具 那看到公公都用特别用红笔把它勾起来 要住起来 那弟子那时候看到 这些记号的时候 其实弟子感到很感动 因为我们正一路走来 我们家就越走越顺 然后家庭子女都很和乐 那弟子相信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因为公公应该在生前 他有默默在行善 而且他以身教 那以行善的福德 我觉得是有听到我们后代子孙的 嗯 然后弟子发现这本格演别录之后 那当下就跟先生还有孩子们一起分享 那也都把公公的那些 嗯 标注的地方给孩子们看 那孩子们也都很认真的点点头 那后来因为我们家有神卓 那我们也都会记住 那感觉之后 嗯 在记住的时候 那孩子们也都 更诚恳 他们更诚恳的在祭祀 嗯 那经由以上的事件之后 那在上周 嗯 孝亲尊师是圆满成佛的根本之后 弟子就有很深刻的感触 那就会感受到 会经由公公这个事件 嗯 这个 他的这个举动 就发现到给演别录这一本书 那在上完上礼拜师父的课之后 那弟子就深深觉得 嗯 我们的老祖宗就 真的很 嗯 爱护我们的 后代晚辈 他们会把中华文化的精髓 就一代一代的成下来 而且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典范 那 弟子在上完课之后就 呃 一七年自己就好好的 学习传统文化 那而且并且落实在生活中 那 那 尽量也要尽量减低 那个感情冲动 还有我执 我慢的喜气 因为有时候太漫长浮现出来的 那 弟子就请免自己就尽量 尽量减低这些气气 那更重要就是要好好享养父母 嗯 那另外也要好好地医指善知识 既然有听经文法就好好按照老法师 还有师父所做的 那依照奉行 嗯 就这样 好 以上就是 呃 弟子的一些新的感想 嗯 谢谢师父 好 好 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还提了个问题 这个我们明天再来回答 好 那 好 刚刚我们是提到啊 我们的 善知识 包含祖师的话 我们真的能够放在心上 一句话 都会有很大的受用 甚至一句话 整个家庭的命运 家人的命运 都会很不同 所以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 而是抉择 啊 好 我想王老师他假如没有抉择 全身心啊 校养 父母 相夫 教子 那他目前的家庭应该是另外的 一个局面 好 我们也听到这个相夫啊 啊 啊 七贤夫 或少啊 啊 啊 丈夫现在在外在的 社会环境啊 挑战也不少 诱惑也不少啊 但毕竟呢 其实 在家里尽本分之外 啊 都还在听经文法 啊 这样就能 旁观者清啊 能 比较容易啊 看到先生的这些 心态 心念 试试的 很温柔的 去提醒他 啊 甚至于是带动他 一起来学习 经教 假如啊 夫妻两个都很忙啊 我看很难形成 这样的家庭氛围 当然 成德这么讲 不是说 一定就 太太就要辞掉工作啊 不然到时候就有很多老人来找我了 都是你爱的啊 哦 我们呢 掌握了这些很重要的 原则 啊 至于怎么做 我们得要顺势而为 啊 依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来做 但是绝对不能忽略了这些最重要的事情 啊 校养父母 校养父 教子 好 我们来衡量听众啊 你积累的财富在多 假如你的孩子不听话 你看着那些财富啊 有什么感觉啊 那有超不完的心啊 那有什么意思呢 啊 啊 上一次还跟大家提到啊 啊 钱挂圆亨利争 啊 啊 这个真正的利益啊 是益之和也啊 啊 利居然跟益有关啊 啊 他的抉择 完全是为了整个家庭 尤其是为孩子来着想了 这个符合 意志 符合我们的本分啊 哎 慢慢的 该是他们家的福报啊 跑都跑不掉了 啊 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 啊 比较 只能温饱 但慢慢慢慢 哎 依教奉行啊 所以他他家也证实了 财布施 得财富啊 而且非常感谢他为国家民主生的四个孩子 啊 养了四个孩子 真是真产报国啊 啊 陈德在这里呢 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啊 这个四个最少也要送一个给我啊 啊 好 到英国爱学院来啊 呵呵呵 呵呵 哦 呵呵 哦 哦 哦 所以人啊 啊 要依教奉行啊 还是有挑战的 哦 他的老师啊 他的长辈啊 他的朋友啊 都劝他 啊 你不要脑子有问题啊 呵呵 哦 你不要一直冲动啊 啊 啊 就是劝不能做这样的事啊 但是我们想一想啊 啊 小孩子 留给保姆带 小孩子留给老人带 跟自己带啊 啊 那个缘分还是有差别的 哦 所以相信圣人的教会 心安理得啊 啊 不要太多的未来烦恼 啊 啊 了凡先生说 有千金之禅者 定是千金人物啊 有百金之禅者 彼是百金人物 因恶死者 定是恶死人物 啊 孩子到我们家里来 他都有他先天带来 他的福报啊 啊 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我们不要自己太操心了 哎 而且 尤其我们 应主啊 教的可仔细了 啊 求子山药啊 啊 啊 你照着这三个方法 啊 来的都是孝子贤孙啊 啊 啊 这感应啊 都不可思议的 啊 所以理得 心就能够啊 安下来了 啊 啊 因为自己接触了那么多 修学的人啊 很多 几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 要调伏的习气啊 啊 还没调伏下来 都跟成长过程呢 有关 家里面缺爱了 啊 啊 假如 啊 这些修行人也很认真的 啊 啊 他们假如刚好是这个王老师的孩子 啊 啊 那他们那一 那那十几年二十几年就不用绕了 啊 所以印光组织说 成家的人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把下一代教好 你看我们的孩子有人意心 他每天工作都是功德 孩子的功德 父母啊 既投工啊 那是父母培养出来的 假如我们孩子没有教好 每天跟人相处 还会伤害人 还会让人生烦恼 我们也有过失了 那当然他也抓的 能抓到这些教育孩子的机会点 所以我们父母啊不能太忙啊 只要一忙 心不定 孩子太多的机会点 我们就措施过去了 机会教育点过去之后 你以后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往往能够胜于开始 他就不会偏了 只要静于未发 则未欲啊 他已经养成了 形成的坏习惯 你就很难改了 发然后静啊 则汗格而不慎 那些坏习惯在一开始 你没有扶持到他了 他形成了 你要再让他改掉啊 用汗格就好像真的就快打起来了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多少家庭的孩子 在打游戏 在打游戏 网路里面 不能自拔 你跟父母 多担忧啊 而且啊 担忧多久啊 没了事啊 无尽的担忧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当我们遇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所赚的那 那些钱意义又何在啊 所以人生的抉择重要 而因为黄老师他整个心都安在家庭里面 所以这些机会点 他很容易掌握到了 尤戏很重要 他应该听经没有中断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所以我们不能一天不听经 那刚好又遇到这个公公去世 他整理 公公的 这些遗物 发现 其中 这个隔烟连壁 公公在为了这个家 用了多少心呢 要把这个给孩子看 对孩子 这么小的心灵啊 那造成震动 终身难忘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其实说实在话 一个孩子只要孝轻尊士的根扎下去呢 这一生你不用担心他了 他就会不断在他的成长过程 善根增长 因为他有根本啊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深 所以地藏菩萨的表法 开发心地保障 整部地藏经的核心 孝清 尊师 所以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啊 有没有跟祖先连根呢 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祖先有没有连根呢 认主归宗啊 无念而主啊 欲修绝德啊 孝经这一句话 很重要啊 人心中都有着父母的榜样 爷爷奶奶的榜样 祖先的榜样 他就很有责任使命感啊 我要光中药主啊 光药门美 他不会自私的 所以师长 他在传统的环境 成长 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师祖里面 所以老人家有根啊 所以他遇到圣教了 他去见老师啊 我们看下一段 所纵师承 到了台中 那年呢 三十一岁 李老师七十岁 是爷爷辈的 跟李老师见面 老师跟我 约法三章啊 这每一段啊 跟我们这一生 成败都是关键的 这每一段不能 走马看花 胡伦吞吵 依老人家的基础 都要守这三个条件 才能成就啊 我们都要有动态观察的 态度 老人家要这样才能成 我又没他老人家的 基础 根性 那我假如不守 那就很难成就了 第一条 你到我这里来 依我为师 从今天起 一切法师居师大德讲经说法 不准听 第二条 从今天起 你想看的 书 不论是佛经 或世间书 要经过老师同意 才行 没有同意 不准看 哎 容不容易守啊 第三条 你过去所学的 跟方 方老师啊 张家大师 学的 我一概也不承认 通通作废 从今天起 一切都从头 学起 好 我们现在是穿越时空啊 这个 回到 六十多年前 好 我们去感受感受 李老说了 你能够接受 你就留在这个地方 好好学习 不能接受 你就另请高明 我想了两三分钟 接受了 因为老师这些话 乍听起来 好像很跋扈 好像目中无人 但是我知道 李老师是个真善之士 答应他了 这句话重要啊 看人呢 决定我们这一生的成败 看人准了 抉择才会对 师长啊 也介绍 几位啊 同餐道友 去清静黎兵老 都离开了 都有这样的机会 但不够珍惜 所以刚刚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佛菩萨 对每一个人的 加持 互念 平等 虽然平等 我们有一分恭敬 就得一分利益 有十分恭敬 就得十分利益 虽然他们的互持 加持平等 但受用啊 是自己决定的 你看同样都有这个机会 只有老人家珍惜下来 他其他同餐道友都留不住了 看不懂人 所以看人 重要啊 怎么学看人 经典每一部都在教我们看人 地词入则孝出则体 井而性犯爱重而轻忍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我们可以从七个角度去看一个人 有没有德行 所以有一位 朋友 他可能 听我讲课的时候说 你要谈对象 先给他一本地词规 看看他相不相应 假如给了他之后呢 就像沉入大海一样啊 那你就 逃过一劫了 不然会再劫难逃 因为他对这种圣人的教诲 不相应啊 尤其女众啊 感情众啊 往往都有过去生的 因缘业力在里面 所以以前为什么是 父母之命 没硕之眼呢 因为十几岁二十几岁 那个年龄 大家都感情比较冲动啊 还没有说修行十几年 二十几年 人生的阅历也很少啊 一下见面了 情人眼里出西施 铁定看不准的啦 是吧 不客观了嘛 好而之其恶 物而之其美者 天下嫌疑啊 你那个情书一起来 你就看不客观了 但是父母他有人身阅历啊 他一心就要为你找一个好伴侣 他要找门当户对 思想见解要相同 不然夫妻一讲话 便鸡同鸭讲 所以古人这些考虑啊 都有道理的 他虽然不能全面啊 但是轻重 本末 这些事他们会考虑到的 所以 我们看到 老人家 虽然听了这三个角度啊 乍听之下 还是有点不舒服啊 所以 这个也提醒我们 人在一些因缘当中 首先呢 自我感受不能太强 有时候自我感受一起来 看似就不准了 大家有没有遇过 听到一个长辈 在劝我们 首先开始不舒服了 那个不舒服啊 调不下去啊 就走人了 假如这个不舒服能提醒自己 阿弥陀佛 先 听下来 你慢慢听 真的爱护你啊 真有道理啊 长辈能不能互念我们 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感受先放下 自己的我指我尽有没有先放下 长辈护我们 如是 下属 朋友 亲人 一如是啊 我们不把这个感受放下 都会啊 闻过怒 闻欲乐 只听好话了 忠言逆耳 立于行啊 良药苦口 立于病啊 所以这个见识烦恼是障碍啊 障碍我们遇到贵人了 其实我们 也都啊 为人父母 为人老师的 人生也走了几十年了 我们看似不能太表面了 能看到呢 每一个条件背后的考虑啊 而且师长后面还补充啊 后面在新加坡遇到眼陪法师啊 所以地贤老法师也是开这三个条件 老人家恍然大悟啊 原来那个不是 雪宫的 特例啊 那是代代相传的 师臣呢 首先第一条啊 你听太多的 善知识的话 首先我们开始学 善知识的背景不一样 潜识用具都不一样 其实很可能 讨论的义理是 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听起来会不一样 然后自己就 生分别了 生烦恼了 好 所以我们看儒家 子章问善人之道 子曰不见机 亦不入于世啊 我们要登堂入世啊 是跟着一个善知识的脚步啊 进去的 华阴经 我们之前 学习的孝清尊师 是圆满成佛的大根大本 善才就是表明一个 想要当身成就的人 文殊菩萨是他的老师 一个老师 之后呢 五十三餐啊 很多老师啊 前提呢 一个老师 先求根本智 我们可以冷静想一想 我自己守这三个条件 没有 我守了之后 我有什么受用 我觉得自己有不断在提升吗 看看自己 看看 身边呢 有在修学的人 成德的观察 不守这三个条件呢 听了很多经 心里啊 还是没有建立起 修学的刚领系统 遇到事情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怎么思维 所以修行啊 不是说 我接触佛法二十年了 三十年了 四十年了 那都不在世间了 你看老人家到台中去了 守这三个条件 学了 学了十五个月 出家的英语到了 我们要了解啊 老人家去跟李老以前 已经有很多人跟着李老学的了 李老七十岁啊 老人家在台湾教化三十八年了 五十九岁 到了台湾 就 谨重太殷勤 尘无见寸英 己人长夜行 不负转轮星 老人家已经教了十几年了 师长才去跟着李老 学了十五年 出家英语 老人家 上了台北了 李老说 学到东西的人走了 才学一年多啊 比他学得久的同学 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关键是 是不是法器啊 而不是学的时间长短 假如我们没有真正把这个搞清楚啊 看到后生 看到后面学的同学 还会生嫉妒啊 不只看不出人家可贵的地方 可能还 可能还 找机会 欺负人家一下 那也是糟糕不糟糕啊 所以佛门讲法器 法器啊 器明啊 才能把法 接住啊 纳授啊 那我们是不是法器啊 能守这三个条件啊 才是法器啊 好 今天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